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個 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的節目呢 不只是要教大家數學而已 還要教大家如何去跟學生講解這些數學知識 在進入幾何的這個部分的之後 有必要要引導學生去進行推理 那推理呢需要掌握到關鍵 如果你們有看這個名偵探柯南的話 你看我們在前面節目裡面才正介紹了這個 偵探小說和偵探 的卡通 那這個柯南他在 那個 四處查看然後終於發現有疑點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那個畫面 然後閃過一條那個亮光 那這是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因為柯南希望這個讀者跟他一起來發現 這裡有疑點喔 那所以同樣道理呢我們在進行幾何推論的時候 要避免 這個教學的過程中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說 老師自己看到了 老師自己知道說所以這個要怎麼做他就做了 那這樣學生他沒有捕捉到那個關鍵嘛 所以我們要引導學生去捕捉那些關鍵 以某種形式來說有一點像 像補習班他就會跟你說如何去破題 或者說 教你們一個口訣之類的那不見得要以這樣子 口訣的形式來去呈現 但是呢 我覺得老師自己常常的提醒好你看 這個像比如說怎樣的話就會怎麼樣 去說明他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介紹 幾個情況好會有腳相等 我們到整個 幾何教完呢 也就是差不多國三上 國三下的時候 我們就會 開始來整理好所有有關幾何學的東西應該是國三的寒假 那裡面就會整理說 去整理我們所有交過這個腳相等的情形 我怎麼樣會有出現相等的腳呢 在這裡介紹四種 我們一開始最常看到的 當然就是除了 我已經講他是等腳之外 那 比如說 與同腳互語 這個就是比較一個進階的推論 怎麼樣會有與同腳互語的情況呢 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這個直角三角形呢 這裡因為是直角所以這裡是90度 那因為三角形的內角合是180 所以 這樣這兩個腳互語 對不對 就是說這個 ABC的話呢 角A跟角C 合起來是90度嘛 因為再加90就是180 慢慢的讓學生吸收這件事情 直角三角形的 這兩個尖尖的腳 合起來是90度 那這兩個腳合起來90度 如果今天我在這個圖形裡面 我比如說我今天想說用AC當底 做一條膏出來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因為是高嘛 所以是垂直的 所以這裡也是直角 那這裡也是直角的話 這裡就有一個新的直角三角形 叫做ABD 那這個直角三角形呢 這裡 這個A 和這個B 但是我現在指的B 是指上面這個小小的 這個BDA 這裡 不是整個直角 這個 跟這個 又互語 那換句話說 剛才說到這個 角A 加角C 他是90度 後來你又跟我講 角A 加 角B ABD 或說DBA 都一樣 也是90度嘛 所以左邊就會等於右邊 然後把A 同減掉 同減掉 你就會發現 角C 等於角 ABD 那有關這個圖形的 我們後面還會有機會再看到 他的應用層面很廣 在這裡只是舉他當例子 就是說 如果有兩個角度 他跟同一個角 是互娛樂 那這兩個角度就會一樣 透過 類似剛才的推論 那我們可以捕捉到這個特色 還有什麼情況呢 如果兩個角度跟同一個角互補的話 那這兩個角度也會一樣 好比如說我們舉一個最基本的例子 跟同一個角互補的兩個角相等 我現在這裡有一個叉叉 這一個角 會跟這個角 那為什麼呢 因為 這裡是一條直線嘛 所以這兩個角互補 這裡有一個條直線嘛 所以這裡 這兩個角也互補 好 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 這兩個角就會一樣 跟同一個角互補的話 這兩個角會一樣 好那我們剛才 舉的這個例子 他有一個特殊的名稱 這個叉叉的尖尖的地方頂在一起 好我們叫他對頂角 所以這裡會被額外整理成一個 這個重點 叫做對頂角相等 他其實是從 跟同一個角 會互補 來 來去 推論出來 那還有什麼情況 角會一樣呢 就是當題目告訴你說我這個角是把這個圖形怎麼樣 透過折疊 或透過翻轉的時候 你折過去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這裡 有一個長方形的長條 我說如果我把它沿著虛線折過來 這樣折下來 沿著虛線折下來變成這樣子的 形狀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一個部分 我現在著滿的顏色這個部分 他被折下來就蓋在下面這個部分 所以這兩個角會一樣 可以嗎 這就折疊 那翻轉就更不用說了嗎 你就是把這個角轉轉轉轉轉轉 到那個位置當然就還是同一個角 那以這樣子來 說明就是說 我們在 後面遇到許多集合推論的時候呢 如果有看到這個 同 跟同一個角戶與跟同一個角戶補的情況 老師可以自己設計自己風格的說明的方式 但是就是重複的 重複的提到 比如說像我們有可能看到一種問題 後面也很常看到這種問題 我一條直線 直線上面呢 比如說有一個正方形 或者說長方形也一樣 這樣子 放斜斜的 然後於是展開了一些推論 那那個推論的過程中可能就會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 你把這兩個頂點做垂直線下來的話 那 這樣這裡是直角嗎 這裡也是直角嗎 那根據剛才的說法 根據剛才的說法 這個角一呢 跟這個角二呢 會是互語的 因為 角一加角二加90度是180 所以角一加角二是90 那接著呢 角二 跟這個角三 也是互語的喔 因為 角二加這裡也是90嘛 對不對 角二加90加角三 也是180 所以角二加角三也是90 好所以這樣這個推論過程我們都可以取得一個 階段性的結果就是角一會等於角三 那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們 剛才講到的這個 跟同一個角互語的話 他們就會相等 那比如說像這個問題在講解的過程中呢我們就可以說 老司長 老司之前有跟你們提過嘛對不對跟同一個角互語的話 他們就會相等 好那我要提醒的我要強調就是說 你在講的過程中就自己有習慣的用詞 跟同一個角互語的話他會相等 比如說這是我習慣的用詞 掌掌握住一個 簡單的習慣的用詞 讓他變成學生記憶的一部分 而不是說每次 每次出來就單純的只是在推論說角一等於角二 角一加角二90 角二加角三90 角一等於角三 一直推論下去 因為你這樣子一路推論下來 學生會缺少記憶點 你要有一些東西讓學生可以記 就是 不只是為了背送 不只是為了背送 也是為了整理 就是說我們學過這麼多的 我們學過這麼多的東西 那到底關鍵是什麼 我下一次我能不能夠像我說像柯南這樣子 我發現了什麼 對不對 你要讓學生有一個東西他可以整理起來他可以記起來 像我們看我們剛剛一開頭就說我們現在介紹的是各種角相等的情形 就是你幫學生去整理這種情形然後給他一個 簡短的 說法 來這個 介紹一下這一題 這個也是 搞不好在國小就教過的 那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許多學生他在國小的時候 學習的成果不一致 那這個不見得是學生的問題 有可能是 國小的老師教的多跟少 那教的多跟教的少都有他的 理念啦 不見得是說老師偷懶 有的老師會覺得說就是為什麼一定要念的那麼辛苦 或者說 如果學生數學學不好那可能代表他不是合學 也許有的老師會這麼覺得 那就算了不要學啊 所以anyway 這個 我們在國中的時候進入每一個章節 就稍微留意一下把學生們的這個國小的程度落差補齊一下 所以 很簡單的介紹這個圖形 今天要求這個圖形的著色面積 這個是大正方形編長10這個是小正方形編長6 請問周身面積多少呢看起來好像我們可以求這一塊有沒有小三角形跟這一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像是啦可是問題是 那這一坨怎麼求 其實也不是不行喔也不是不行就是說你可以比如說怎麼樣 切下來嘛那變成是 這個也是可以喔求這一塊嘛 這一塊是扇形減一個三角形 我們叫這個方法一 扇形減掉 三角形 再加上扇形減掉三角形就是這一塊 這個 這樣要叫什麼公形公形 再加上這個那會不會求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那個如果你 交到這一題你可以用這個題目來問問學生會不會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我們已經講過很久了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底是6的話高是多少 這個還是有很多學生會不習慣這一點 就是 高是他 這個底的 對過去的頂點 到他這個底上的垂直距離 所以這塊三角形的面積其實是6乘以10除2是30 這一塊其實是這個10乘10除2是50 然後這塊是100拍 100拍的四分之一是25拍 100拍的四分之一 好 那所以他其實是25拍減20 OK嗎 那我剛說也可以這麼說也就是說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做法介紹方法2 我們可以把它補起來 那補起來的時候呢這個 我要求灰色部分面積 我就把它 減掉 這個 應該說這一塊 這一塊扇形加這個長方形減掉上面白色的部分 所以他是一樣是扇形 加上長方形 減掉 大三角形 OK 那扇形樣色數拍 這塊是這個6乘10 60 然後這塊是 這個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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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10除2 所以是 80 所以一樣是25 減20 25拍減20 OK 那來兩個問題 給大家想一下 7支 7支圓塊用橡皮筋捆成一束如幼塗 橡皮筋緊緊的把他捆起來之後呢每支筷子直徑0.6 捆好之後橡皮筋 整個 整個繞一圈他這樣子他的周長到底有多長 被撐開的總長有多長就是問外面這一圈橡皮筋 整個有多長 不過我呢剛才有提到齁 我是說真的就是 我後來在教學生幾何的時候然後 有學生想比較慢啦 就是他會 他們會有有所困惑就是 因為幾何需要推論 那 學生一直以來已經習慣就說我一定要先學會 我一定要 我們也會這麼說啊就說你要先想清楚你要做什麼 再去做好可是幾何是一種 你在還沒有想清楚的情況下 如果你 還沒有想清楚你就要一直去試 一直去試試看是不是這樣 試看是不是這樣 那樣 這種情形也是很普遍 所以我們一般來 老師 身為老師 必須承認有時候我們說話停那個 那樣要怎麼講就是道理都是我們 都是我們在講的 就是我們一方面會跟學生說你要想清楚再寫 另外一方面會跟學生說你 你不能夠 等到全部都搞懂了才動手 你想了多少就要先寫一些下來 那 那這個就是所謂英才使教啦 講好聽就這樣 那有的學生他因為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沒有辦法看出來要怎麼做 所以會發愣那 我就會拿那個 金田一 那個偵探漫畫 給他看 我就跟他說你看 即便是漫畫裡的人物 尤其是金田一啦 柯南就比較少 現在現在金田一還有再出 大家可以去找 在金田一的 我沒有記得是哪一個殺人事件 但是我記得是以水果 那個 死者用水果來去 來去暗示凶手是誰 那個故事 在那個故事裡面 即便是主角 他一開始都懷疑錯 錯人 他都懷疑成別人 那 到後來推論推論推論之後他就會發現不對不可能是這個 那這個一定不可能的話就提掉 那於是就有可能是誰了囉 這樣子然後才 鎖定一個新的兇 那個兇手 然後才 才去想說如果是他的話 那我需要什麼證據來證明如果是他的話應該會有什麼現象然後才又重新的去思考 以這樣偵探漫畫的角度讓學生了解說其實這個推論的過程本來就是 這樣子 那麼今天這一集小小的跟大家聊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我們都有機會去故宮博物院嘛那去故宮博物院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很多古代的 古代的作品 那有一些作品上面會寫比如說這個流金 佛像 然後看起來就亮晶晶的 看起來是真的亮晶晶的感覺不像 那 所以說我那個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想法就是說這個真的是 金子做的嗎 那 什麼叫做流金呢 他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看到 當然你不太可能真的用純金去做那個 那個白色 我們現在看到金的東西 他如果真的有用到金子的話我們是貼金箔 好就是比如說寺廟的佛像 那即便是貼金箔都蠻貴的 那古代沒有這個金箔的技術 因為你要有金箔的技術你要把金子打得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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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古代沒有這樣子的技術所以他們假如想要在一個東西上面 因為有讓他有金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當然更不可能是電鍍的 鍍金 那古代都沒有電 所以就不可能是用電鍍的 對 那所以說這個 他們古代是怎麼做的呢 所謂流金的這個工法 就是比如說今天我有這隻 熊老師好久不見 如果今天我要把熊老師變成這個 金色的 變成金色的價值應該會 倍增 那 我要怎麼做呢 我要我會先把這個金子磨成 可能是融掉或者是 用某個方式磨成粉之類的 然後把它掺進去水銀裡面 水銀 掺進去水銀裡面之後呢 那這個水銀就會變成金色的 金又有點銀 這樣子 一個金色的水銀 那這個水銀呢 他就會 把它倒 用膠的 倒到這個 熊老師的從頭倒上去讓他流下來 整隻熊老師都會被流滿金色的金漆之後呢 再把它架起來 底下用火去烤 那因為水銀他的 費點低 所以他到溫 一定溫度之後 水銀就會蒸發掉 水銀蒸發掉之後 裡面的金質的成分 他其實沒有化學反應 他只是被禍進去而已 所以水銀蒸發掉之後 金質的成分就會自然的附著在 熊老師的身上 那於是這隻熊老師就變成金熊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流金 所以才有這個流這個字 因為他其實是用流下來 用膠的 在這裡跟大家這個 講講這件事情 來看剛才的這兩題 如果把七支筷子用橡皮筋捆成一束 那直徑0.6捆好之後橡皮筋總長是多少 那這個問題其實跟我們之前那個滾一圈的 問題是很類似的 我把它畫一個 中間沒有東西的 這樣子呢那一樣好其實我們會有幾段是直線 我們會有六段直線然後六個角 六個弧圓弧 就是這個這個地方會是圓弧 這裡 這裡 對不對 這六個這六個我們現在著深色的地方是圓弧 那這些圓弧分別是幾度呢 分別是幾度呢各位 那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這個要注意我就是不是瞎拆 而是說我們要去推論我們之前有提到嗎 這裡是既然他是直的所以他是直 直直的切進來 如果我們在這六個圓心 因為我們後來會學到這個叫做相切的概念 從圓心拉出去 這裡就是直角 那所以說像我們之前那個滾一圈的問題 就是這裡直角剛好切進來會在這六個圓的圓心裡面 所以呢這個 六邊 這個圓心的外面這六個圓的圓心連線是正六面 正六面體的內角是120度的時候呢 那這裡90這裡90 他這個也是外角就是60度 所以其實這六個圓 跟我們之前所講過的一樣 他圓起來就是一個這六個扇形 圓起來就是一整個圓 所以他的這個 捆好之後被撐開總長是多少呢 這每一個 每一個直線的部分是兩個半徑 所以是1.2 所以是1.2乘以6再加上 一整個圓 是 這個 跟正 直徑就是0.6 所以半徑是0.3 所以是0.6乘以6再加上 0.3的平方 0.09 拍 不是 直徑成拍我算成面積的抱歉 直徑成拍所以是0.6拍 所以是3.6加0.6拍 這樣可以嗎 那麼這是我們這一集的作業 又有這個也是有可能在國小學過的問題然後我們在之前已經介紹過長方型版本的 這個是T型的場 下面這個 球著色部分的面積和周長 其實這個到國三學到圓的時候也還會被拿來就是類似複習的 類似複習一次 那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想想我今天這裡總共有 五個都是正方形你看到五個白色的部分都是正方形 12345 都是正方形的話著色部分 就是中最中間好如果這個也是正方形 所以總共有6個 那著色部分的邊長如果是1的話請問整塊的面積會是多少 好 那這個問題有扇形如果我能夠把一個扇形捲成圓錐 扇形可以捲成圓錐附帶一體 那這個捲成圓錐之後呢如果圓錐的 底下的這個圓面 捲起來的時候是不含底下這個面 就是底下是空的中間是空的 如果捲起來之後呢底下的面積剛好是一個 半徑是9的圓的話 然後圓錐的高度 垂直高度剛好是12的話請問扇形的角度和面積會是多少 那也許有一些會 像這個問題 也許會有一點點超出範圍就是看 看老師在各個章節到底想教到什麼程度 不過我們在這裡就是稍微講講 對反正重複學習也沒有什麼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